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比较大 Sisi这个观点也是很有说服力 我觉得可以说服到我了 那别人告诉我当时说这个答案 是因为内地没有经过这个信用卡普及的一个时代 就直接跳到了一个移动支付时代了 那这个问题其实虽然我们现在在这里说 但其实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内地人相对来说 这个信用卡的使用习惯确实是偏少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确实过去两年是这样子的 那在移动支付继续大力发展的同时 内地的这个信用卡的普及度 其实正在悄悄地扩大 侧面也说明了这个消费人群的需求 其实是在不断地扩大的 就在去年临近双11的时候 内地很多人是陆陆续续地收到了 信用卡临时提额的通知 从5000到1万不等 甚至有些银行是已经是直接抛出了 双11大气的永久提额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钱包封营 剁手党们可能会会心一笑 感觉这个双11的时候 我来雪拼的时候 底气又足了一些了 我可以买更多的东西了 2018年是内地信用卡业务爆发的一年 也是现金贷滑向崖边的一年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 我们可能是迎来了一个全民欠钱时代 那一到这个消费的一个高峰期的前夕 内地的各大城市小区门口 你就会看见跨着这个小胯包的 拿着平板电脑的 在这个树下晃晃悠悠的 那这个信用卡的这个业务员 他们就在等待着他们的潜在客户 那看见别人下班回家的时候 就会冲上去 经过了几番这个资料的添写 还有这个持证的拍照之后 一张信用卡就这样的办成了 信用卡的爆发在这一年 义务员的底线其实也是一降再降 就算你给他黑脸 他也会笑脸相迎的说 有朋友要办的话 欢迎推荐过来 还有优惠 这样的现象 其实常常在我们的身边出现 其实我也觉得 他们这个服务态度是太好了 我觉得大家一般会给黑脸 除非你是真正的自己有需求 但是他们还是会态度非常好的说 没关系那下一次再找我吧 我觉得这个态度真的是特别可嘉 那么根据人行资料就显示 截至到2018年第二季度末 内地信用卡和借贷卡 一卡再用的发卡量是共计6.38亿张 环比增幅达到了4.17% 全行业是进入到了一个 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以平安信用卡为例 2018年上半年的发卡量 就超过了900万张 增速是超过了70% 那么各个业务员为了揽客而竞争的 一个现象也是映射着各家银行 对于信用卡的一个重视 一条条都是体现在了这个业务员的KPI上了 那对大部分的业务员来说 一天要完成多少个客户的开卡 其实是有最低的一个标准的 那这个数字呢 去年是8 今年还是8 虽然这个数字是一样的 但是难度却是不同的 因为市场的饱和度呢 确实是越来越高的 也是让每一个这个获取新客户啊 其实都变成了一个硬生生的 从羊毛上撸羊毛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8个客户啊其实意味着不能放过 每一个线上申请的客户的信息 也不能停止只有十分之一的成功率的机会 过去很多人对于信用卡有一个很深的不解 就是说那就是我先进行消费 然后到了这个还卡 还钱的这个日子 我再把钱给还上去 这不就行了吗 我也是一分钱没有浪费啊 那你说这个一来一去的信用卡 就像是一种无利的借条 那么这银行的信用卡的盈利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其实很多人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这个有大多习惯是用信用卡的人啊 也会习惯于分期 而信用卡的这个盈利 正是来自于这个利息 分期啊一个低利率是降低了人们 对于透支消费的一个不安的情绪 面对着大额的账单 一键分期就像是一个减压的按钮 让人们是可以长输一口气 但是事实啊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你也使用信用卡的话 就应该会发现上面写着 未还额度按照日利率0.04%来计算 很多人啊都会觉得 也就0.04嘛 不多不多 但是啊 我们不妨把它换算成日常的一个单位 年利率呢 来看呢 其实日利率0.04% 就是年利率14.6% 如果你对这个数字 其实还不敏感的话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 余额宝啊 它的年化收益才2% 各大理财平台呢 年化超过4%的产品 可以说已经会被封抢 那这个14.6% 它的含金量有多高 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了 嗯 你这么一说啊 我就想到了这个电影华尔街里面的 一句话啊 就是说 为了让 为了让掉进利率陷阱里的人 是前赴后继 所以啊 聪明的金融从业者 早就已经设置好了 每条捷径的价码 那么2018年一季度末 内地信用卡 受信总额为13.14万亿元 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是超过了10% 那么有人说啊 70后的炒股 80后的炒房 90后的炒币 如果你是什么都不炒的话 一定会要有一张信用卡 所以啊 这个利率幻觉 再加上一个便捷的支付操作 以及丰富的支付场景 信用卡是纵容了大家的一个 透支消费 为全民欠钱时代的到来 是添了一把柴火 嗯 没错 那在信用卡集中爆发的今天啊 已经有人开始担心 这把火烧着烧着 会不会引发火灾呢 毕竟啊 台湾呢 就有前车之鉴 还在我们眼前 05年12月的时候啊 台湾街头一个火球从天而降 原来啊 这是一位 因欠下了12万台币 而在这个无法偿还的情况之下 一个男子呢 在公寓自焚后 从五楼纵身跳下 那有资料就显示啊 当时的台湾呢 至少有70多万人啊 被信用卡的一个账单 压的是喘不过气 后来呢 情况失控了 也有声音说 是政府的政策 鼓励金融机构的一个狂热 和消费者的不加节制的透支消费 共同制造了这一场的信用卡危机 嗯 那么还有让人感到更加不安的是啊 尽管消费贷规模很大 但是啊 这些消费却不是真实有效的 信用卡的透支 消费贷款的扩大 并没有促进着消费的扩大 那么消费贷款同比增速 虽然是在提高 但是同期啊 消费品零售总额 却是在急速的回落 那么这个钱究竟去哪了呢 其实啊 是落在了这个房贷之上 那么真实的数据就告诉我们啊 消费贷在内地的爆发和楼市 是一再的火热 并脱不了干系的 短期的啊 这个消费贷是成为了 年轻人上车的唯一指望 当居民大部分的钱 都放在了房贷上的时候 然后一些应急消费就不得不再借助这一个信用卡之类的消费贷工具了 所以啊 我们换句话来说啊 消费贷的一个爆发不止得益于消费观念的转变 各是社会现状下一种无奈的消费选择 与信用卡的贷款占零售的这个贷款比重提高 相呼应的是不良贷款开出的一个罚单 与日俱增 那贪婪呢 虽然不好听 但是啊 却让人上瘾 那信用卡的分期 信用卡的贷款 信用卡的套现 倚卡养卡 倚贷养贷 每一次的供债这个借贷啊 其实都是在不断的加杠杆 一层一层的风险叠加之下 最后会发现 自己已经不是那只能控制住风险的手了 嗯 其实08年的次贷危机 海利利赛姆啊 当中国是进入了一个全民欠钱时代之后啊 大家其实要紧忠长民 消费贷和现金贷 不是普惠金融的万能要 所以啊 服要自当谨慎 嗯 所以我们大家在用这个信用卡的时候啊 一定要更加的谨慎 那今天的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再会